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在NBA,每支球队都为自己精心设计了对标 这一个个符号会醒目地出现在球馆地板中央 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区别各队主场的最明显标志 而且通过对标,我们也能看到球队精神和城市文化 公牛冠决联盟,胡人名不副实 勇士把控细节,德州各有故事 今天阿斌就带大家盘点一下NBA几大对标 看看里面,公牛冠军联盟,胡人名不副实 各种门道 2021-22赛季开端,东部有一股势力正在强势复苏 那就是公牛 德罗赞来了,带着他升级的三分包来了 拉文也进化了,一步步向芝加哥库里迈进 加上巴尔、卡鲁索这两胡人就匠的发挥 公牛一下子成为了分区黑马,让人满怀期待 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每个球队都会经历实力的起伏 公牛也不例外 不过有一点公牛始终如一 那就是它们从未变动过的对标 它足足跨越了半个世纪 已然成为芝加哥城市的象征 公牛图像的勾勒非常生动 眼神坚毅,霸气十足 这洛洛大方简明扼药的对标 既体现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肉类加工业和斗牛厂 也赋予了球队铁血的精神 细心的你会发现,公牛的脚是带血的 这是血性的血照,就像乔丹时代 公牛七年磨一剑 终于顶翻活三这座大山 开始谱血辉煌 还有东部八年抗战 公牛数次担任冲锋的角色 要你不死也得涂一层皮 这样的球场作风与对标形象生动契合 不过阿斌也发现了这个logo的玄机 横看成岭侧成风 当你把它倒过来看时 霸气的公牛图案竟然变成了大白菜开拖拉机 好吧,一下子还真没绷住 公牛是NBA队标专一的典范 而胡人也没有多大变化 全部是以球队英文名和篮球为主体形象 几乎一直都是我们熟悉的Lakes字样 于是很多地理小白就会联想 洛杉矶是不是有很多湖泊 No, no, no 这个名称可以说是这支球队的嫁妆 胡人于1947年成立 球队随后搬至千湖之地明尼阿波利斯 其所处地的明尼苏达州 更是有着万湖之州的别名 于是就有了胡人的由来 在发生了一场 差点让全队覆没得空中险情之后 胡人于1960年搬迁到了洛杉矶 这里没有什么湖泊 但球队继续沿用了这个名字 所以胡人的球队历史可以分为两部分 包括17个冠军 前5个是明尼阿波利斯时期拿下的 6年5冠的辉煌开始谱写胡人豪门底蕴 而洛杉矶紫金时期更是达到巅峰 随着2020年如愿捧杯 他们在冠军数量上成功追平塞尔提克 并列联盟第一 而且有望在詹姆斯退役前独作头把交易 说完老派王朝球队胡人 再说NBA近十年的王者勇士 他们的舰队时间比胡人还早一年 于1946年成立 从1949年开始加盟NBA 最早的时候 勇士这个名字被用来纪念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因此 勇士在搬迁到旧金山之后 最早使用的还是一个印第安风格的对标 不过在后面几版的对标中 开始替换成了当地地理因素 并且几乎都和一座桥系系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有一个很深的误区 不少球迷会不加思索地认为 这座桥是金门大桥 就是在电影中 无数次被破坏的标志性建筑 其实不然 你最熟悉的那个logo 其实是海湾大桥的模样 从2019年开始 勇士启用新logo 这上面的才是金门大桥 呃 勇士对标最近有变过 有啊 请看细节 新logo里面的桥 在桥墩上加了横梁 这是金门大桥才有的 而桥上的钢索 也是相应的减少了 此番移花接木 不留意还真查诀不出 因为这两座桥确实很像 阿斌在此科普一下 向北横跨金门海峡的叫金门大桥 向东横跨海湾的桥 叫海湾大桥 有趣的是 同为旧金山的交通要道 两座大桥的知名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金门大桥即万千宠爱于一身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桥 亮丽的橘红色 无与伦比的美丽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相比之下 灰头土脸的海湾大桥 虽然早于它半年开通 长度是其5倍 车流量是其2.8倍 但却显被关注 看来 颜值及正义 这话真是放置四海而皆准 而且就像很多家庭伦理剧一样 海湾大桥这个哥哥 比弟弟金门大桥低点而不受待见 看过荆州 再看德州 我们吃乐视薯片 都知道有一个经典的德克萨斯烧烤味 是的 德州的畜牧业非常发达 它是美国最大的动物产品生产州 所以这里有两只球队的对标 和牲畜有着强烈联系 它们分别是马刺和独行侠 先说老大哥马刺 他的对标是牛仔的皮靴上 用来架马的装置 马刺这个队名 也是为了纪念当地的牛仔 没办法 德克萨斯的牛仔文化 实在太深入人心了 从最早版本的对标开始 马刺样式的Sports 就成为对标的主题 虽然几次改版 但这一元素都完整保留 就有颜色和背景加以改变 对标主体依然沿用了 球队命名的初衷 可能马刺的标志还需要解释 而独行侠的对标 就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牛仔文化 在达拉斯的对标设计中 总是能够看到牛仔的元素 早期的独行侠对标上 有一顶挂在字母上的牛仔帽 如今牛仔帽没了 取而代制的是牛仔标志之一的骏马 呃 你不会认为牛仔是骑牛的吧 作为独行侠之前的中文对名小牛 可这款对标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 让人觉得很违和 这也使得老板酷班 重新征集新的中文对名 独行侠脱颖而出 成为新的番号 有着德州小强之称的火箭 倒是没有这么多牛仔情怀 作为德州的外来户 火箭最早的时候是在圣地亚哥 那里的航空事业日益发达 因此球迷投票定下了火箭这个名字 无巧不成书 后来火箭虽然搬迁至休斯顿 但是这里也刚好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所在地 于是火箭这个队名就顺理成章地保留下来 并且在之后的几次设计中 火箭的元素在对标中展现得越来越明显 而接下来这个球队的对标 则是让阿滨看到了篮球以外的味道 2012年 当时即将搬迁至纽约布鲁克林的篮网球队 发布了球队的新logo 它是由球队老板之一的JZ亲自设计的 新对标以黑白色调为主 其灵感来自纽约无与伦比的地铁系统 而大写B是篮球的首字母 也是布鲁克林的首字母 在轮廓上 对标保留了球队以往的顿型标记 这一元素是自从1967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JZ表示 这种大胆的设计展现了球队的新方向与信心 希望总是有的 不过实现比较困难 不同于快艇和胡人的落成得比 纽约得比是个陌生的字眼 尼克虽然在21世纪乏战可陈 但永远是这座全球最大城市的宠儿 就像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 除了战绩要什么有什么 而篮网这个技子 是随着ABA被吞并才加入到NBA 并且大哥因为尼克已用纽约冠名 才不得已先后以新泽西和布鲁克林为前缀 对比阵统血脉自语的尼克球迷认为 篮网是下巴唠 西德先后两次带队杀入总决赛 也不过是最没有存在感的总亚军 俄罗斯首富的入主 球队成了爆发户 但事实证明 不过是充当塞尔提克的冤大头 随着杜兰特 欧文 哈登的到来 他们才不再被人看清 然而 欧文的自曝为夺冠之路蒙上阴影 说回对标 这个设计很酷 不过又很像台球里的黑巴 倘若篮网获得东部第一 那可一定要多加小心 每一个对标都有背后的故事 他们也是NBA的文化之一 而NBA能取得如今的成功 在很多细节方面 就值得其他联赛借鉴 不比场馆设施 球员水平 转播技术 光对标设计就够用心的 这也让赛事相关 印标产品卖得这么火爆 反观CBA 一味的施虎报实在是相形见处 能体现城市和球队的元素 少之又少 不得不说 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是阿兵 我们下期再见